你好欢迎收看2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玉里镇安通部落聚会所辟建完根之后 至今有9年多了 而当时设计司令台与聚会所屋顶三格一米之多的距离 与现今不合时宜 再加上去年324玉里墙镇正毁一旁的挡土墙 至今都没有修复 昨日活动场所环境设施安全堪率 因此现议员林玉芬 今天再度与会部落头目 以及族人现场会刊 并协助争取优化整治 要给部落族人一个安全的活动场域 走进部落聚会所 部落头目迫不及待 指着司令台与聚会所屋顶间的一线天 期盼先议员林玉芬能够协助解决改善 你那个屋顶要换吗 对很快我也换 可是你那个一个家床出来 为什么做得那么刚好 水不是又进去了吗 但是常常会来这边做一些活动 然后下一天碰到这个林椅的时候 又缩到里面去 所以青苔对老人家 对部落人家来讲说 走路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挤着手向医院成群 希望医院能帮助我们把这个阿达王把它维修得更好 玉里镇安通部落聚会所2014年完工启用 当时设计的聚会所屋顶与司令台相隔超过一米多 部落族人戏称为一线天 日赛雨林也让建设美意被打折口不说 去年0324强震被震损的挡土墙至今都未修复 部落头目就忧心族人活动场所安全堪虑 积极陈情反应 那个谁 县长也要来看 县长说好 换 没有啦 我帮他们解释一下 他们本来要做 又碰到918 918有更重要的要做 那个整个经费 总统去那边 几乎到918 因为几乎啊 那918 所以我那个上阿山那个 那个两顶也是垮下去 他说还没有解案啊 那么久 几乎一下 没有 有的那个经费整比要进来 还没进来 他那918的哦 那个款项啊 上阿山的应该是比他早了吧 对 对啊 头目的忧虑也引起先议员林玉芬的关注 年前已经先来会刊的他 今天再度到场 听取头目以及社区理事长的心声与建言 相互讨 那目前这边要做就是右 我们聚会所的右侧有一个这个那个绑虎墙 因为三月份的时候有地震 所以就是整个整片掉落 那非常危险 所以要把它补齐 然后把它做一个绑虎墙 那另外就是我们主结构 就是我们这个聚会所的我们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可以活动的一个场域 就是屋顶的这个茅草要必须来更换 还有市立台跟这个聚会所 有中间有一个空隙 很大的空隙 那我们希望用这个浙雨棚来连接 让它不会下雨 那在进行各项活动的时候 能够非常顺畅和流利 让我们的族人能够比较安全 地方县市政府目前也配合园民会 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建设 安通部落聚会所完工启用9年多 周遭环境设施设备 县议员林玉芬强调 部分部部使用或者安全堪律者 将协助部落争取整治 优化部落族人聚会活动的场域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 零玉里正采访报道